12月1日 世界最大试验性核聚变反应堆 JT60SA在日本正式点火运行 所以朋友们 那个恰出人类的魔咒 可控核聚变永远在等50年 终于就要被解除了吗 我仔细看了一下 没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 新闻标题里面的几个关键性文字 试验性 是的 这座由欧盟和日本联合建设的 可控核聚变反应堆 也还只是一个试验性的装置 它需要完成的是帮它的大哥哥 那座还在法国建设的 具全球之力 也具全球瞩目的 ETER 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计划 提供更多先导的试验数据 和技术验诊支持 本质上它俩就没啥区别 都是一种称之为 托卡马克的可控核聚变装置 又叫做甜甜圈 只是日本刚刚运行的甜甜圈 是法国计划 要等到2035年才会运行的 甜甜圈的六分之一而已 所以到底什么是可控核聚变 什么又是托卡马克装置 JT60SA到底要验证一些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 还要再等上50年 才能用上它发的电 等等等等 一问是不是 真真真就从脑袋里面冒露出来 好 今天我们的目标 就是给你 把它们都解释的清清楚楚 第一步 先说什么是可控核聚变 一句话解释就是 模仿太阳内部的能量产生方式 通过把两个氢元素 通常是氢的两个同位素 刀和穿 融合成一个更重的元素 释放出大量的能量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氢元素的原子核被强烈的迫使靠近 以至于它们克服了它们之间的排斥力 进而发生聚变 要实现可控核聚变 首先要把刀和穿的原子核 加热到极高的温度 使它们变成一种叫做等离子体的状态 等离子体是一种 由带电的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气体 它的温度可以达到上亿摄氏度 比太阳的核心还要热 在这样的温度之下 刀和穿的原子核会以极快的速度去运动 有的时候就会发生相互碰撞 如果碰撞的力量足够大 它们就会结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 而在此过程当中 会有一部分的质量消失 转化为能量 这个能量就是核聚变的产物了 可以用来发电或者是其他的用途 话说发电的方式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独爱核聚变呢 因为总结起来 它有以下几个别人不具备的优势 它们分别是 第一 资源丰富 可控核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 刀和穿 刀在地球的海水中含量很高 穿可以通过锂与中子反应产生 锂也是一种广泛分布的元素 据估计地球上面的海水里面的刀 如果全部用于核聚变反应 释放出来的能量足够人类 使用几百亿年 第二 环境友好 可控核聚变的反应产物是 无放射性污染的害 不会产生温室气体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 也不会产生长寿命的核飞料 基本不会污染环境 第三 安全可靠 可控核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够维持 一旦发生故障或者意外 反应就会自动停止 不会发生爆炸或者是熔毁的危险 也不会对周围造成辐射的危害 第四 经济性能有益 可控核聚变的能量输出远远大于能量输入 能量增益因子 也就是Q值可以达到10倍以上 即输入50兆瓦的能量能够输出500兆瓦的能量 这意味着可控核聚变的运行成本和维护费用都很低 可以提供廉价的电力 但是以上都是理想 在实际的可控核聚变反应堆里面 想要实现能量的振振翼实在是太难了 实际上JT60SA要做的就是帮ETER验证能量振振翼的问题 虽然这台四层楼高的机器设计 可以将加热至2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保持约100秒 已经远远长于以前的大型托卡马克装置了 但是离稳定的持续的经济的让等离子体运行并输出功率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对了 说到这儿 我就得要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托卡马克装置了 它是实现可控核聚变技术路径的其中的一条 被我们称之为磁性约束 托卡马克装置长得很像是一个甜甜圈 为什么是甜甜圈呢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四周密闭着磁性圈的环形聚变式 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强的磁场 将被加热成温度远远超过地球上所有耐热材料的 极限高温的等离子体束缚其中 让它们持续在那儿保持正确的密度和温度 创造出急迫吃力 实现原子核之间聚合的条件 但它们目前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让它持续保持燃烧 我是可以在一开始靠出大量的能量加热等离子体点燃核聚变 但如果这样的聚变在之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 还要靠我不断的往里面去输送能量 那我这是要干嘛呢 这是点火来玩吗 显然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想要急迫解决的问题了能量的正正义 但问题就在于无论约束等离子体的磁场有多强 或者是形成的有多好 它总是会碰上漏网之余的 因为围绕磁场线盘旋的正原子核或离子会发生碰撞和散射 最终难免会飘移出磁约束的场地了 而要是飘出去的燃料多了 燃烧不就无法持续了吗 唯一已知的解决方案就是使反应堆更大 这样散射离子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等离子体的边界 因此在此期间还可以发生更多的聚变 有点简单粗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ETA为什么有6层楼高 而JT60SA也有4层楼高了 它们就是为了给等离子体提供更大的包裹空间 可不过就算是这样的尺寸 仍然不足以维持等离子体的持续燃烧病带来能量 只能算是一个更大的测试装置而已 好 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 接着呢 第二个看起来更加实际的问题 来了 就算是我们能够持续点燃里面的核聚变了 那该怎么提取出它所产生的能量呢 哎呀 这又是另外一个笑话 即便人类科技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咱们还是得要靠烧水来提取其中的能量 TOKA马克装置使用刀穿 聚变成氦的反应产生能量 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会以快速高能中子的形式释放出来 中子啊是个不带电荷的电中性粒子 所以不会加热等离子体也不会受到磁场的限制 一旦产生就会到处乱射 于是我们就专门为它准备了厚厚的防护罩 让它打在上面给防护罩升温 再用这个温度把水蒸发成水蒸气 从而为涡轮机和发电机提供动力生产出我们想要的电力了 不过问题是中子的持续轰击使屏蔽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 并变得非常具有放射性 给拆除更换和处置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太清楚 而且看起来它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洁了对不对 好第三核燃料的获取也是个问题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刀川区变反应 理由是它们发生在所有可能的核区变燃料的最低能量状态 和最低等离子体温度下 因此更容易点燃和保持点燃 虽然理论上刀和川在地球上都不少 但是川这家伙其实在自然界中并没有大量存在 它需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才行 以今天的生产能力 我们都无法制造足够的川来持续为ETER提供动力 就更别说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需要实际发电的可控核聚变电站了 所以虽然这次JT60SA反应堆正式点火运行 但咱们离解除可控核聚变的魔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好 试完了在日本的JT60SA 那最后咱们再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可控核聚变之路上走的如何吧 先说咱们中国的 我们目前有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和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 中国环流3号 EAST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层并运行的全超岛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 曾经创造了在1.2亿摄氏度下运行101秒的世界纪录 环流73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的最先进的核聚变实验装置 能够产生1.5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之体 接着是美国 它由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和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LCLS-RX射线激光器 NIF是世界上最大的激光装置 采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来实现核聚变 曾经在2022年1月实现了一次称之为燃烧等离子体的现象 其聚变燃料自行输出能量超过了输入能量 这是通往可控核聚变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LCLS-R是世界上最亮的X射线激光器 能够观察和控制核聚变等离子体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 然后就是日本了 除了JT60SA呢 它还有国际核聚变材料浮照试验装置 IFMIF 这也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旨在研究和开发适合核聚变反应堆的材料 利用高能中子素模拟核聚变反应的浮照环境 当然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可供核聚变研究项目 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和组织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例如德国 英国 法国 韩国 印度 俄罗斯 巴基斯坦 朝鲜 以色列 等等等等 可以看到 可控核聚变是一项具有巨大潜力和挑战的科学探索 需要全球的合作和创新才有可能实现 希望它真的不要再让我们等上50年了 但 ön滴 二nan 肻 有一 二 二 二 四